接著是英國國防部的薪資系統 遭到了駭客入侵 對此國防大臣夏普斯表示 不排除有國家級的惡意行為者涉案 好 這次英國國防部的薪資系統被害 初步評估有二十七萬兩千人受害 英國的國防大臣夏普斯 在國會備詢的時候 雖然沒有公開點名 幕後黑手是中國 不過三月下旬英國曾經點名 中國從二零二一年起 對英國發動網路攻擊跟偵查 所以這次的駭客攻擊事件 就有英國的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 直指中國就是幕後黑手